结婚三年 妻子已经忍无可忍 每次看到老公吃东西 他都会默念忍住 可老公还是吃得满身都是 甚至习惯性的都拍在地上 这下妻子再也不淡定了 他先关掉电视 接着他强装镇定问老公 你的邋遢到底什么时候能干 尤其是能不能坐着尿尿 老公差点笑出了猪叫声 还给妻子科普 哪个男人不站着尿了 可妻子浑然不知 眼前的老公可不是普通之人 但傻老公还不知 看似好糊弄的妻子 可不是个省油的灯 别看妻子在一家小小的药店工作 可他每天都有一个习惯 准时准点出门跑步 因为了解妻子的作息 于是老公在确定妻子离开后 接着拉出他的暗格 里面可是他的各个宝贝 只见他随意掏出一个 争分夺秒的开始锻炼 其实他并非懒惰之人 而是在妻子面前隐藏自己的身份 殊不知妻子每天跑步并不是健身 而是维持体内家族遗传的基因 要知道他可是一名忍者 这种身份必须隐藏 毕竟世人都认为忍者已经绝技了 但只有忍者们知道 世上不仅有忍者 而且还分为两大队敌类 而他的老公也是忍者之一 以飞镖为主的一鹤忍者 可忍者有规定 不可让任何人知道他们的身份 也许是天意 两人都看上了这片美景 甚至默契地各自搭起帐篷 也就是这种默契 让两人进入了婚姻 可就算他们的感情有多好 两人都隐藏着各自的身份 别看老公做着邮政快递工作 实则这里大部分的人都是忍者 其实老公过得也够累的 听到外面妻子回来的声音 他立马将东西藏好 接着又一副刚睡醒的样子 突然妻子闻到了一股汗臭味 问老公干什么了 老公结巴地解释 睡觉太热出的汗 被妻子一顿训斥 又偷偷开暖气了是吧 下班后老公就跟同事吐槽 结婚太难了 我都快憋出内伤了 同事提醒他 那就赶紧要个孩子 就能向对方袒露一切了 晚上他就像做贼心虚一样 小心翼翼地关上房门 接着慢慢爬上床 刚伸出的手 就被妻子示意赶紧睡觉 知道妻子总是阴晴不定 于是他不敢再次进宫 背着他的妻子默默地吐了两个字 恶心 其实妻子就算心情特好 当看到满地的衣服 和吃剩下的果皮 他的眉就皱成了八字形 于是他跟姐姐吐槽 这种邋遢的男人我简直受不了了 没想到姐姐直接劝他离婚 毕竟你的身份不一般 跟普通之人结婚太便宜他 再说你们没孩子 现在离婚很简单的 可这天妻子突然拿到一个处方 而他只看了一眼 就知道这处方不一般 接着两人开始对暗号 在确定眼前的是自己人后 他收下了对方的一张卡片 在对方走后 他用手机扫描后 得到了上级派的新任务 去曝光眼前的吃一元地下室的丑物 与此同时 老公这边也接到任务 这两天保护好吃一元上尉 很快妻子这边行动 可他不知这次行动出乎了他的意料 甚至差点搭上自己的小命